武聰剛才說的 因為中國的佛教 中國佛教 其實比較偏向於如來賬 密教就不用講了 密教雖然大家也都說 他是中官的 比較偏向中官的 但是基本上他們密教整個系統 基本上就是如來賬的 那雜官本來是否的 那這個 但是他強調的還是信空的思想 但是他的主體基本上是如來賬的 那中國佛教的話 那還是多數 都是如來賬 如來賬 基本就是 因為眾生本身具有如來的智慧功德 就是說 每一個眾生他都具有如來 已經具有 他不是修行才有 他是本具 本具 本來具足 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性 本具 他是本來具足的觀念 唯是還不是本具的觀念 唯是有些總是本具的 但是他是要透過 戀況取經的 他不是 他是本來具足 如來的智慧德性 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後來的進度有一些也是這樣 那麼如來的智慧德性 他是本來就有的 而且這個不會消失的 那你說他為什麼沒有作用 他被灰塵覆蓋 只是這樣 那麼所以會強調一個觀念 在佛不爭 再慎不爭 再慎不爭 再煩不減 這個是我們 這是我們佛教 再慎不爭 再煩不減 就是說 你 反乎 反乎所有的佛生 一切眾生皆有佛生 所以有辦法生佛 那這是我們所謂的如來戰的概念 那它是本具本來的古蹟 本來的古蹟 你一切佛的公益 一切佛的公益 其實都在你的心裡面 本來的古蹟 我們所有 像聖萬經 聖萬經 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一個人所有的人生佛 是因為他本地古蹟的佛生 他做的輪迴是因為 是因為佛生不發揮 煩惱在作用 但是煩惱不管怎麼作用 他的佛生不適 佛生不適 其實是這樣 這種觀念就是如來戰 如來戰 那他是本來具足如來智慧德性 所以只因妄想而不正德 林嚴禁也是這樣說 林嚴禁把這個煩惱叫做課程 那 他是外面來的 去卡住的 但是他這個不會古蹟 古蹟的就是他的佛生 清淨心 所以你看 林嚴禁裡面阿南七處真心 問到那個心 他就問到那個真心 但是如果從佛法來講 不是這樣喔 有法來講那個心是希望的 那個心是無償的 所以你看看一般阿漢經在說 佛德教人的 和沒了 沒了有一部分 叫做如來藏世的大聖經典 大波內盤經 人嚴禁 聖曼經 聖曼經 密嚴經 那麼類似像這樣 這有一點就是 就是 尤其像人嚴經 能源經 大波內盤 這個在我們這邊比較流行 大波內盤經現在不流行 大波內盤經在水草南北草 非常流行 它基本上叫做顯學 就是基本上那個時候 你都一定要匯大波內盤經的 現在比較少 大波內盤經比較沒有像之前那麼流行 那所以現在 現在的話 人嚴經 清朝之後 清條以後 人嚴經是流行 尤其註解人嚴經的非常多 大家都說 大家有兩種作用 一種就是要開五 一定要讀人嚴經 第二 要想摩 一定要人嚴酒 這是 清條以來 清朝以後 清朝以前還不是那麼特別重視 人嚴經 清朝以後 特別重視人嚴經 但是 人嚴經裡面的七處真心 去找那個心 心到底在哪裡 心到底是什麼 他 他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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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 所以你要是真的 你要是真的 依人嚴經那個方法 見到真心 就是 就是明白真心見到自信 叫做真明心見信 我告訴你 從佛法來講 你是沒有正無我的 這個跟放我一樣 放我的思想一樣 你說你見到真我得解脫 從佛教來看 那個不叫解脫 那不是叫解脫 所以 所以 你 你 我們看就好 我們先來看 就是好 那麼以佛法來講 以佛法來講 用佛法來講 我們對佛法來講 我們這個佛心 叫佛心 叫佛心 我們這個夜報生 混著 色跟心 就是心 我們叫做 身跟心 那 一般的 所法叫做物質性的 跟精神性的 就是物質性跟非物質性的 好 那物質性的就是看的地方 看的地方 夢的地方 平的地方 有佔空間 比如說這台電風 這有造型 有作用 看得到 夢得到 還是你感受得到 那都叫做設法 物質性的 非設法就是看不 看不 但是它有作用 但是你看不 你說這個人充滿愛心 愛心是在哪裡 機器扭不出來 你說這個人很聰明 有地位 機器扭不出來 不扭不出來 看不 地位是怎麼顯現 看不 但是它就是有作用 它有地位的人怎麼處理 沒有地位的人怎麼處理 這樣處理 好 我們 有法把我們這個 身體補身 分裂 分裂 分裂兩部分 叫做身跟心 就是物質的跟非物質的 那 他這個 他這個 阿伯的分法 就是不怕的分法 就是設法 跟心 心所法 一般我們把這個分 扎基 是這樣分 這叫做設法 這叫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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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心所 心 心 心和心所 那有時候這就叫做一個心 有時候就叫做心 這叫做心 這叫做心所 有時候是這樣 好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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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是怎麼教的 佛法是怎麼教的 他並不是說 你去看他看到那個真心 看到那個清淨心沒有 你如果想到看清淨心 那不是佛教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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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為 為什麼新 有這個作用 去找這個心 祈然會發揮 什麼 心 不可得 跟你方說去 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個設法 這個五運 包括 身 跟心 射受想行事 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样分 我们中国如果说是心 就说是七情六欲 喜怒哀乐爱恶欲 但是他这个是这样分 如果设法 我们就说设法 我们就说金木水火土 他是说射受想行事 这是心的作用 一般我们可以说 他就是心心所 不管怎么关 不管你关射 关受 关想 关行 关事 他这受的感受 有苦受有热受 苦热是那个心的作用 所以他 他叫你这样一一关 一一关啊 射如巨墨 受如水泡 想如洋艳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这不管是水泡洋艳 洋艳是一个像 是一个影 洋艳是一个影 这梦漫泡影就影 洋艳就是海市渗楼 洋艳就是海市渗楼 太阳出来跟彩虹一样 太阳出来随间去折射而有的 海市渗楼也是这样 折射那个影像献出来的 他以前叫做影 那有时候这比较麻烦 这翻译不一样 现在叫做海市渗楼 以前叫做洋艳可鹿 还是叫做可鹿 还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说洋艳 如芭蕉 芭蕉 你看那桥子 一般的桥子是有树干 芭蕉不是一盏一盏 薄到尾巴就没有 那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树干 那其实没有 那如幻化 似如幻化 以前像我们现在的电影 你看他有其实是没有幻化 那他这个字在说他不实在 他没有真实 但是你如果如来这样的 他是有真实的 有真心自信的 但是你看 因为关这个身心很麻烦 不是也不说麻烦 但是他就是说 射受想形式 对射开始关 然后射也这样 想也这样 心境说的嘛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你这个关后 射受想 受想形式 亦父如是 都是这样关 那以阿韩庆来讲 对阿韩庆来讲 他就是关武印 关射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远禁 他都不可得 他都不是真实的 他都是缘起的 他都是无常的 所以从这里知道 其实是无我的 因为我就是射受想形式 其实是这样 那没有那个真心自信可得 没有那个真心自信可得 但是如来仗不是这样 如来仗是找到最后 有一个真心自信 那 那么 这以保基金来说 他就直接关这个心 直接关这个心 非 他是无韵非嘛 非过去现在未来 直接关这个心 非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中间 然后 照理说 他有那个作用 作用是什么 这种是善恶无忌 心有善有恶有无忌 有时候好心 有时候坏心 有时候坏心 有时候也不好不坏 就善恶无忌 善恶无忌 不忌 那么 但是 这个比较清 保基金是把它放在 就是 我们常常有作用的 叫做贪心痴 那贪心 情心 痴心 贪心痴 到底是贪还是痴 还是痴 他的自信到底是什么 就变成是这样 那你这样去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到 心无自信 没有一个实在的心 没有那个实在的心 实在的心都没有 买到生的清真心 买到生的真心 没有 但是大部分的人 如果他 他有时候 有禅定的经验 他会发现到 这个心极有力量 那么他会 有时候会 像印度外道很多 你说像那些婆罗门教 他们也是有修禅定的 但是他们后来走路 真常维新的 他们就认为 见到那个真我 见到那个真我 真心自信 就是解脱 B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跟我说的 就是 如来藏 来面说的 比如说 人员经 因为我们受人员经的 我们受人员经的 影响比较深 第一 就觉得人员经 就会开悟 第二 第二 每天 人员做 就比较不强 但是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但是人员经的得力 不是说没有得力 人员经都有得力的 人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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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的修行方法 是一界定位的 一界 一界 色心为界 一界 身定 一定发位 一位得解脱 这是佛教的 人员经的架构是佛法的 但是 他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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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就是 核心里面的 核心的架构是佛法的 我先说一个 这个问题 因为清朝以后 我们受人员经的 影响比较多 像我们现在早晚各 都人员咒 我们就认为人员咒 有很大的威得力 那就认为 只要今天读人员经 我们就可以开悟 我跟你说 会开悟 看你怎么想 你如果想到就开悟 想不到 我跟你说 你也不会开悟 你看着真心自信 那个不叫开悟 真的 你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 那人员经 基本上他的架构是 林员经 他的架构 其实是佛教的 很常人问我 林员经到底是不是佛法 我就问 我就先说 你像巧克力牛奶 到底算巧克力 还算牛奶 巧克力牛奶 要算巧克力 要算牛奶 你说他不是牛奶 他有牛奶的成分 你说他是牛奶 他又不全是牛奶 类似像这样 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佛教 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 他讲的都是真实的 佛法毛方便的部分 你会看牛奶 你要看牛奶 如果说巧克力牛奶 要看你巧克力 哪多少 如果说70%是巧克力 30%是牛奶 这个比较算巧克力 那如果是70%是牛奶 只有30%是巧克力 那这个比较比较算牛奶 人员经 他基本上是他的那個核心思想是如來賬的 那如來賬是後期佛教的方便 他也不能說不是佛教 但不是佛覺悟的那個主要的佛法 不是 但是佛法不都是講覺悟的方法 他對世界也實際的升天之法 他有色受外道的方便也有啊 這是這樣 我們稍微講一下人員經這個問題 因為人員經是在中國如來賬比較影響 如來賬 因為我們讀仁邪經 雖然禪宗是依仁邪經 但是後期的禪宗弟子多數不讀仁邪經的 只有達摩 達摩傳到四祖之後 都還是依仁邪經 五祖六祖之後基本上就一波仁邪經 六祖以後基本上一六祖談經 然後來就參化頭 化頭禪 就潮動 潮動跟林祭 化頭禪 跟莫照禪 基本上 大部分就比較不依仁了 如果有 還是一六祖談經的 好 那我們先講 就是說 人員經主要就是 以戒定會的 戒 只要是依戒定會的 戒 只要是依戒定會的 靈嚴經 靈嚴經裡面這個系統 基本上是佛教的 你不能說他不是佛教的 他是佛教的 但是他裡面有一些說法 其實不完全是佛教的 比如說他講七類的眾生 七道的眾生 其中有先道 他裡面有一些說法 其實不是佛教 比如說人員坦的修法 大白牛 雪山的大白牛糞 然後 絕土七 絕土 九齒生的土 然後拿來煮坦的 這樣的修法 其實不是佛教 人員眾 念人員眾 這個不是佛教的 但是他裡面的架構 是佛法的 他主要就是 人員坚講的嘛 三五六學就是人員坚講的啊 三五六學就是人員坚講的啊 色親為戒 依戒修定 依定發會 依慧得解脫 這是人員坚講的三五六學 那戒 四種清淨明慧 這是佛法的喔 清淨明慧 勇心不除 尚不可出 道心不除 尚不可出 允心不除 尚不可出 妄心不除 尚不可出 這是佛法講的啊 四種清淨明慧 那麼 定 二十五元通 那二十五元通 種在 耳根元通 跟念佛元通 那 但是它是二十五元通 这是修订的方法 这也是佛教的 那里面 通常大圣讲三妹 种什么什么三妹 从三三妹到百八三妹 那是非常多 那这里讲圆通 那基本上类似 但这树圆通里面 它种在尔根圆通 尔根圆通是观世音 念佛圆通是大师智 种在这两个 其他有地片水片 类似像这样 它修订的 它修订 另外修订有一些境界 你要善加分别 那五应 因为我们就是五应星 那我们修订的时候 这个五应 我们在修订的时候 两分钟像这样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听到什么 感觉 看到你身体里面的灰虫 还是看到你的血液 在跳动 还是放光 有没有很多 有很多 这身心会产生 特殊的变化 这叫做五十阴谋 就是你修订 你要善加抉择 一定跟你说 这个境界是好境界 但是你一旦直走 它就变成障碍 所以二十五元通跟五十阴谋 那么你一定修订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 那五十阴谋来宾 因为它是大乘的 所以最后面的两个 基本上是辟之佛 阿罗汉的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它是因为它是大乘的 所以它就变成 这个就是你不能成佛的障碍 那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 定 你修订之后 你要善加抉择 分别 这些身心的境界 不要被它迷惑 这样其实是 也是佛教的 就是二十五元通 五十阴谋 然后慧呢 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七处真心 八幻辩见 有些说十番显现 就是到处找这个心 真心就是你去 你去看看那个心在哪里 那八幻辩见 那个见能见的见性 你十个来看这条河水 和三十个来看这条河水 河水也不一样 你身体也不一样 但是你能见的那个见性 是一样的 那么八幻辩见 有些说八幻辩见 十番显现 我们就八幻辩见 它其实就很简单 这些基本上就是一界定位的 所以就是 四二五五零七八 他就 人眼睛的结果就是这样 其他说的那些 除了这个界定位之外的 说的那些 其实很多都是方便说 都是方便说 这个是核心 这个是人眼睛的核心 但是你要知道 他讲到这个心 就是见性 所以叫做明心见性 他讲的那个是真心自信的 这是无来仗的 哪依佛法来说 这个还没有开悟 这个还没有开悟 你要见到心是虚妄 不实 那么你见到 其实没有那个心 过去心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非内非外非中间 那么你这样才能去路 去路无我 你这个真的叫开悟 那你如果 你人眼睛说的 你看到这真心自信 你就变开悟了 但其实从阿罕金来讲 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点稍微分别就好 那因为他其实是后期的 人眼睛不是显教的经典 人眼睛是密教的经典 但是显教常常在打到一部经 他其实是被规列在密教的经典里面 那林严经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也有很多种说法 但应该是 不会是中国人做的 中国人才把他人员座 怎么编出来 但是人员座里面说的 其实都是一些鬼神的 很多东西 然后有一些东西 就是他那些咒语 基本上中国不可能有那些咒语 中国一般不说咒 中国说福 中国众文字 中国众文字 强调福的概念 福啦 印度众声音 中国众文字印度众声音 强调声音的力量 叫做咒 咒语 那后来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结合啦 叫做福咒 你看佛教买 你看现在 人家的往生佛事 都有一点福啊 现在 王妈在办法 还是什么福咒 结合啊 这其实不是佛法的啦 我只能有一个圣经 我看看 你看 这有没有 这个当阵的 你看 这有没有 王阿宋 有没有 有看的吗 这都没有 很多本来 很多种 这变成是佛教的 你拿他放他 放他 其实这个不是佛教的 那 印度没有福的概念 那中國沒有咒的概念 那後來就結合叫做佛咒 佛咒佛咒 這不知道是誰 這不知道是誰 還有一些地藏菩薩 還有一大堆 那很多人就是 這個其實不是佛教的 像這種的東西這就不是佛教 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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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你 翁姓你去參加什麼商事 沒乾淨去想 拿去法華水 就乾淨去想 我不是這樣說的 但是這要我們就受到影響 好 這是在說 我們就順便 順便說到這個如來賬 順便說到人員經 好 我們繼續看 看這個策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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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印度佛教思想史 這是沒了 這是秩序裡面說到沒了 他說印度佛教思想史 一般多著重於論意 就是說 因為佛教史 有很多人生 但是思想史可能比較少 但現在到底有幾本思想史 老實說我也沒有去找 那佛教史 那佛教史 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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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思想史 他是他的思想的演變 那佛教史 是佛教的 佛教的演變 不一樣 他說一般都著重於論意 因為本地就是論意 就是說 你佛教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思想 他說論是分別抉擇高層次的理論 說高層次是說 一般人聽到沒有 世界上是這樣 那是不能普及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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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部分的論 大部分的論 一般人聽到沒有 但是也有那個經 像那個論的 就像你說 當中文人聽到 這些都是比較像論 那 那 跟經裡面也有 集團裡面 因為你知道 佛體主裡面有兩個 算對這個論 對這個分析抉擇 這個佛講的法 比較厲害 一個就是佳簧言 一個就是舍利佛 不就是舍利佛阿比坛 加詹言 有當時阿含經裡面 三倍記 三倍那邊 放在後面那邊 那有些阿含經就聽了論 雜案喔 他有一些就像是論一樣 但很少 這都是佛弟子 如果佛島 佛島不會說那裡 第一 佛島不會說得很複雜 佛島說 經不會說 很複雜 但是你如果不罵的時候 你再去問什麼 他就繼續跟你說 他就開始分析 因為你說越有 要記起來的人 要分析清楚的人 越少 你名相越多 你不罵的就越多 會基本上會這樣 問路一樣 問路十九個八個聽不懂 那是要怎麼走 你走不懂你聽不懂 這是這樣 所以他說 這是比較高層次 高層次基本上就是 比較學術性 其實就是這樣 像天邊的彩虹 漂亮是真漂亮 就沒有辦法走 沒辦法走 那要走就走 那很遠 天邊的彩虹 要走就沒辦法走 走就沒辦法走 那條橋就不是橋 那是看水的橋 這就變成這樣 那佛法想到太高層 就沒有辦法 多數人聽不懂 就多數人不能受用 因為佛法是要向受用的 有路應的 就不是說 不是說 不是說 託心色的你聽不懂 託心勝的你聽不懂 託就有公的 不是這樣 託金不是託就有公的 不是說我託幾步金 我就累積多少功德 沒有喔 不是這樣喔 就是說你要抹 要有辦法營 不是說你吃 吃多少就一定有多少營養 沒有 你要有吸收 你如果沒有吸收 你如果沒有吸收 你吃吃的 都沒了 不是吃多少就大苦 不是有連身體就有用 別看你怎麼連連連不對 它是越連越上身體 那是一樣的意思啊 那佛法也是這樣 不是說我每天託 早晚託 我才會打幾步 我就 我一百步 我一百步 我就有公的 沒有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喔 你如果說欠錢 一天欠一塊 一百天一定有一百塊 但是你要一百步 不是喔 不是說我一百步金 就有多少公的 我你一百步金 我就有多少公的 沒有 不是這樣喔 不然不是這樣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抹 就是說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叫做文師修嘛 你抹經是文而已而已 知道而已而已 我也不知道 我抹了就準度摔牙 抹了就都賣一支牙 你聽不懂 那不是抹在腳架片 腳架片 還扔牙龍又沒關係 抹在拚人 手裡就沒看牙 抹在腳架片 又走到哪裡 看不到而已 但是走到哪裡 你抹在拚人 我跟你說 你一個離開就沒了 越來越遠 那不是 所以他說 他這裡講到 大聖佛法的後期 納蘭陀的論學 成為佛教權威 納蘭陀也常這樣變 一開始 一開始 就像玄奘起的一段戒險 他是種為士的 他是種為士的 但是也有一其他也種種 他的學風也看主法的人 主持的人 玄奘起的那時候 那時候是戒險 戒險是成學護法的 護法的 護法是依士卿的 士卿是依五左的 其實是這樣 那都是為士的 但到後期的那爛斗 已經種祕法了 已經種祕法了 那又不一樣了 那像那個什麼人呢 玉奘 玄奘是早期期的 玄奘是唐太宗時代期的 玉奘是五折天時代期的 我們就七百幾年了 玄奘是六百幾年 那玉奘起的時尊 玉奘起的時尊 我們就已經有祕法了 他哪像那裡有秘密 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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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秘密 所以已經有秘密 那爛斗的論學成為佛教權威 就是說很多佛教的學者 都去那爛斗大學 玄奘起的時尊 那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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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快取得到 他們現在差不多 那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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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爛斗 那爛斗 那爛斗 何爛斗 проб 也爛斗 那爛斗 爛斗 、爛斗 depend 還好 斗 坦 等 有空不順的 很多這些 那是月季喔 早季是不好 都變得越變 越變越深色 就像是越熟悉 待會再渡化英靈 我說 你的嬰兒墮胎的 是你用雲苑怎麼吃 那你如果 那糖尿啤酒就用餘導素 那若若不走 你就要用倫儀 很多老人都要用倫儀 你也要收倫儀 你英俄用奶瓶 對不對 那你這樣說 你看有用糖尿嗎 完全沒有 這有的 很多大條都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做法會有嗎 我不知道 但是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越皮越複雜 就很多花招 手那條變來變去 反正是犯罪更重 不然不是啦 你看那個越南的還有燒肉粽的雕 泰國華越南的我不知道 還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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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黃棉雕 還有那個 很多雕 還有沒有的 還有那個滄海一生肖的雕 還有那種 這就是什麼 這叫做花招 我經常說 現在的佛教 佛教法會 就是一招兩四 一招兩四 一招兩四 一招就是花招 變一些花樣 我經常說 上面的莊神弄鬼 下面的疑神疑鬼 有東西有吃 沒東西沒吃 不知道 就都這樣 有得有辦法 就像說 上面的莊神弄鬼 下面的疑神疑鬼 那前面的 前面的莊模作樣 後面的有樣學樣 就這樣 一招兩四 一招就是花招 兩四就是什麼 兩四就是形式跟儀式 這種儀式跟形式 搞家就要擺 搞家就要起來 搞家就要怎樣 都那而已 搞家就要 手指怎麼斃 怎麼用 還要打零尾波 還要打什麼波 有波 斃到沒有波 沒有波 也斃到沒有波 就是都這樣 佛教很悲愛 佛教如果看到這個 會流眼神 但是佛教是不會流眼神 佛教會說 可憐的眾生 就是這樣而已 實際上 你看我們現在的佛教都這樣 真的 大家 如果真的要學會 尤其是出家人 在家人不滿 那就是他不滿 原地就不滿了 出家人 叫做專業的 專業的 專業的 學習的 沒有比作專業的 你看 多可憐就好 不是這樣 佛法不是這樣 好 我們來看 就是不要變成什麼 重信仰 重他力 就是強調信 現在佛教也是這樣 你就相信 到底是有啊 沒有 信就有啦 信就有 那 重他力 自己不受傷 都是什麼 可菩薩感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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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子 關一個一千塊就要燒一年的災 關一個五百塊 另一個頂就要燒一年的公民 都這個啦 怎麼這樣 不可能啦 才好營 所以 都種他力 都靠價錢 靠保備 靠感應 到底是有了沒有 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 大家都這樣做 我們也這樣做 從過去到現在都這樣做 所以也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 後來的佛法 你看現在中國佛教就知道了 種信仰 種權威 種他力 種事項 就是形象 表面的 你看你來做法會 我每次看人 看佛教的做法會 當時看得到 實在是 油頭 油比較會沒頭 你聽不 油比較會長頭 你看擺什麼虛迷山霸 那麵條 撲到那裡長 還擺一個形 萬字形 還有什麼有的沒有 擺得很漂亮的地方 都種這個 都種這個 你擺的過程裡面 擺得不好使 大家玩家 還沒想辦法去圖 有煩惱 沒中事 沒中事 要怎麼圖煩惱 今天中事外在的形象 居各就要四半 就要擺得像山那麼高 還要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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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這些事情實在是很可憐 很多佛教都這樣 以前更加可憐 現在比較不會 現在因為 因為撤車的人比較多 運損倒數有關 運損倒數實在厲害 他以前也不太多 但是他一開始就知道很多 而且有辦法把我們點出核心問題在哪裡 但是我們雖然已經這麼久了 很多人都在佛教裡面很迷思 種信仰 種他力 種事項 種修行 他現在的修行其實都在修行 現在的修行就是什麼 念佛 拜佛 戚戒 修閃 修閃 這就叫做修行 有氣煩惱沒有氣煩惱有另外一輩子 有政見沒有政見另外一輩子 你念佛 念到一心不亂 修行 修到看佛 看到光 有境界 吃酒 吃到那個 吃到那個佛雷 有法輪 有連輝 這樣就叫修行 再到後來就是有心通就叫修行 看著鬼 看著天 知道過去 知道未來 我告訴你 這支佛教來講 這支佛教來講 多多多 真正的修行就是沒有煩惱 有地匪沒有煩惱 真正的修行是這樣 心條 自己就是令心條路 自己是控制煩惱 令心條路 條路是什麼 會鋼牆啊 難條難扶啊 說不行就不行 如果沒有就要怎樣 如果沒有就要跟你輸贏 你求我 我很生氣 我就幫你面倒回去 以打爆打 以罵爆罵 這支叫鋼牆 你改就是要調伏 調伏煩惱 讓你不要那麼鋼牆 不要抱負 要先喝起來 借 調伏煩惱 借是控制煩惱 調伏這個心 令心調伏 控制煩惱令心調伏 令心軟 借是控制煩惱令心軟 不要鋼牆 鋼牆的難條難扶嘛 定 定 即使是禮異 那麼令心 你就是控制在 就是令心調伏 借是控制煩惱令心軟 定 是令心調伏 調伏這個煩惱 就是讓你的煩惱不會起 不起而已 借使你起煩惱之後 不要跨越那個界線 你可以起煩惱 但不要跨越界線 那今天不要起煩惱很困難 定是可以壓制他 讓他不起煩惱 讓他不起煩惱 不起這個預見的煩惱 事件的煩惱 不起誠誠心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沒有政見 你越有修行 你那個煩惱是 因為定有真上力 你的煩惱越更強 你的煩惱越更強 其實是這樣 會是斷除煩惱 令心明白 就是說 借是控制煩惱令心柔軟 那麼定 定是調伏煩惱令心安定 令心專注令心安定 那麼會會 是斷除煩惱令心明白 其實都是這個心 都這個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是這樣 下一個好了 等一下 講一講的你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 受傷 很多人誤會的意思 所以以前常常有人說 你們一家人 你們是研究學問的 我們是受傷的 什麼叫做修行 什麼叫做實修 實修是修在哪裡 很多人是五歲 很多人是五歲 他認為你讀書的 就是不是實修的 實修的就不讀書 八證到底是政見的 你都不知道要修 不知道要修去哪裡 不知道要修怎麼 你還要實修 不對喔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很多人說 運順導師不是實修的 運順導師 那麼有智慧 他不起煩惱 他不起煩惱 不能說不起煩惱 就是他的煩惱不搶 很少看到他說 有稱恨心 還是那種個性 很強 很恰強 我要陪你輸贏 我怎麼 我怨恨 不會 那麼你好講 你不管念多少經 念多少做 假設 你一直有那種 怨恨不捨的心 那是很粗 很粗的煩惱 稱恨心 是後患最厲害的 那邪見跟稱恨 那所以 你要先有政見嘛 你 你看你會的 那修行越好的 就是說 他慈懼 還是怎麼樣 他那個阿曼心越強 那嫩人嫩得越厲害 他氣起來 他氣起來 有時候生氣起來 無所不用其極 要和你玉石俱焚 我就不怕我死 我怕你不死 就這樣 真的 那是怎樣 那你說你多久生 是我多厭 那都不行 不行 真的 就說 我痛苦沒關係 但是我也要給你痛苦 如果你說 你說修行 不管你出多少 不管你生活多少 假設這一點 你沒有辦法 你連最初的 想抽想抽的懷惱 都沒辦法去除 你說你實修 笑死人 真正的實修 就是 在你遇到境界的時候 你 沒有過度的反應 錯誤跟過度的反應 沒有錯誤跟過度 一般叫做鋼牆 難條難腐 三二道的眾生 都是鋼牆 難條難腐的 那些人 趕快來 撞不住 控制不住 那個心 都隨著他的怨恨 隨著他的貪愛 他就出來了 他沒在管那麼多 但是 有修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會控制 他會控制 在說實修 控制煩擾 令心條路 不敢抢 没有过度的反应 想要抹下去 想要抹下去 抹下去 抹下去 但是 不能跟他一样 我要抹下去 我不可以杀到淫婉 你控制起来 不可以照这种业 那顶 令心 调伏烦恼 调伏就是压制到一个层次的 这是控制烦恼 就是他会起烦恼 但是不要 不要让他超越到 这个界限之外 像我说你牛 他要吃糟 你吃你家的糟就好 不要去吃百人家的糟 不要去生亡百人家的馋 控制百人家的百条 他一到时候就跟着借 一到时候就跟着改 我受气 我没法都没受气 我不要去甘迷 不要去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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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 调伏烦恼 令心安定 不去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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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想根本的烦恼 会想根本的烦恼 是我见 断除烦恼 令心明白 要不要去甘迫 其实是这样 你如果没做到这样 你说你吃到多清晰 那吃到多清晰 那吃到你更清晰 你甘迫起别人 那收起来 那收起来 也会怕死人 真的不便 因為他有增上力,他有可能增上他欲界的煩惱 他也會這樣 他有可能增上他欲界的煩惱 也會這樣 但是你出增之後 他有增上力 他有可能增上他欲界的煩惱 也會這樣 所以你如果沒有智慧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訓練 透過你的政見常常訓練你那個心 調柔、柔軟 然後你能夠調伏 令心明白就是 你對於這些真理、道理都知道 那斷除煩惱 但是煩惱不是一下子說斷就斷了 那麼正出國 斷除的煩惱就三節 但是還有貪陣之 已經不中了 已經不中了 就是因為 你像正出國的他有貪嗔吃啊 惡果才薄貪嗔吃 但是正出國之後 他就決定會薄貪嗔吃了 那麼他薄貪嗔吃就是 他的他一直都在做 那個調伏 調伏煩惱的事 那一般可以在水邊淋下 他就要長養生胎啦 那他越來越清楚 所以 因為他不會照散熱道的業 所以他決定不會多散熱道 其實是這樣 我們真的要受傷 其實 其實我們大家要想看看 我們真的要受傷 第一 因為人質 複雜 基本上 基本上都會有衝突 十方來的嘛 就是孫兄弟也一樣 就是青骨肉也一樣 就是說你們是 你們是姊妹的兄弟 其實孫兄也不一樣 像我們弟弟孫兄也不一樣 也會衝突啊 何況是各個家庭來的 都會有衝突 這種衝突 你真的要受傷的人 你要看到自己的煩惱 你不能只看到別人的煩惱 你這樣不理 你這樣不對 你這樣怎樣怎樣 越說越看越受氣 看到這個人 從來沒有再講道理 那你都沒有發現 你所謂的理 合不合法 如不如法 合不合佛法的界定位的理 你要看到你心肝 就是說 你心裡面的那個法 你不要管別人 你先不要管別人 如法不如法 你先看著自己 如法不如法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洗肝 叫做五濁二世 結濁 見濁 煩惱濁 眾生濁 煩惱 眾生濁 那麼 你要找到鬼的自己 可以關照自己的心 都如法如律的人 就 但是你是要修行的人 別人 別人 不修行 那是他的事 你不能說 吃飯的時候 你說 是怎樣 是怎樣 他都不要吃飯 我就要吃飯 你養你就吃飯了 你不能說 別人叫你去喝酒 那麼多人去喝酒 我總是要喝酒 你這樣說 不會了 你去他就是要喝酒 你不能說 是怎樣 他都不做 我就要做 他都不喝過 我就要喝他 他都不讓我 為什麼我要讓他 那 修行是你決定的 出家是你決定的 那麼 要起煩惱 不起煩惱 也是你決定的 那麼你要起煩惱 不起煩惱 決定在別人身上 他不起煩惱 的時候 我才不起煩惱 他起煩惱 我就跟他 論誰的煩惱大 要比誰的煩惱大 誰怕誰 就變成這樣 那麼這個是你決定的 所以真正的 建定會 就在於 你遇到煩惱的人事物 你能不能控制你的煩惱 你能不能調伏你的煩惱 你能不能斷除你的煩惱 真正在這裡 你說什麼叫實修 你每天在煩惱七九拜 就叫實修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看每天煩惱 拜灰的人出來 脾氣也很大 美人也很厲害 海人也很疼 這是什麼 就是說 他所謂的實修 他沒有用到這個地方上去 他認為事項上的 我就拜多少 我就做多少 我以前在乎厭 拜三千拜 拜一整 拜到我也覺得 因為我們認為這樣拜 就會消夜障 真正的夜障不是這麼消的 真正的夜障 他障礙你嘛 就是你在遇到不好 不如好 不如法 不如理的人事物的時候 尤其這些人傷害你的時候 你怎麼樣克服 不去照月 因為你不去照月 你過去那個夜不會成熟 你現在的夜沒有 他就不障礙你 這是真正消夜障的方法 不是我在念多少酒 拜多少佛 讀多少經 我的消夜障 沒有 真正 這是很重要的道理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把這個後面說完 說完結束 啊 說不完 說不完 有這麼多人的行為 全都以這些人的利益 都以這四人的利益 得到這些受用 正以念佛為中心而普遍流行 念佛 所以不要慢慢的变着念佛 而这个佛是佛天一路 因为时间到我们先说到这里 这后边再对这里再说 大家合奏合奏辉佛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活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